Omicron疫情突破国门 现在得靠机场旅馆医院 符合第三剂施打资格的第一线人员 来挡住这一波疫情 柯文哲喊话 第三剂疫苗接种已经不能再等 但中央突然缩短第三剂间隔 改成只要12周就能打 让全台湾能打第三剂的人 从40万人变成760多万人 足足暴增了19倍 因为疫情又掀起强打潮 疫苗预约系统恐怕会大瘫痪 反而让高风险的长辈们 抢不到疫苗 这次开放战术上有点不对 因为你让超过600万人 有资格可以预约 哇 这个系统一定会击垮 65岁以上的先打 所以不是你不是年纪很大的 就不要去跟人家抢这个 眼看疫情升温中央拍板 仍维持二级 北市是否考虑单独省三级警戒 加研防疫措施 柯文哲 余待保留 你现在突然去跟他讲说 我这个不行 那个不行 三天还很逗 三天夜市会先倒 不要因为我们随便下一道命令 搞得整个经济受影响 那我们一直拖到今天 才做一个加强版的二级 请问一下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不要满脑袋都是政治的想法 都在想着选举 淘基疫情挡不住 双北跟着皮皮撞 尤其北市也有防疫机程车 司机确诊 就怕沉了防疫破口 看起来好像是旧案 把那个测抗体 也列为一个诊查的项目 这样会比较精确 中央也将该例 从淘基相关个案中排除 杯式防疫措施滚动式调整 疫苗预约爆量 成了迫在眉睫的大难题 记者陈建安徐国豪SNG小组台北报道 最后在一个练习的禁止 民优优优独播剧场—— 民优独播剧场—— 感谢观看